据台媒报道 台湾近年来垃圾堆积问题严重 垃圾山遍布全台 曾经的科技岛已经变成一座垃圾岛 对此 台环境部门主管彭启明进表示 垃圾山最快也要到2036年才能清理完 在台湾 走入山林迎面而来的可能是一座座几层楼高的垃圾山 据不完全统计 岛内目前至少有100座垃圾散市场 其中60处距学校不到两公里 八处临近水源保护区 台环境部门统计显示 台湾近五年的散值垃圾量已从20.8万吨 增至2023年底的84万吨 由此形成的一座座垃圾山遍布台岛 被人言语为台湾新百岳 我们在四年内规划 其中有53个厂 我们将完全依照标准的掩埋 作业方式或者是打包的方式来做处理 虽然台环境部门说会处理这些垃圾山 但台媒报道称 因长期堆积处理不掉 垃圾百岳有的已堆到三层楼高 且飘出恶臭 成了岛内最不堪入目的天际线 而岛内仅有的24座垃圾焚化厂 因多数厂龄已撑20年 处理能力大减 导致更多新产生的垃圾被散制 且垃圾山会造成空气污染 饮用水污染 以及火灾隐患等 新竹和桃园的多个垃圾掩埋场 就曾多次发生大火 让周边民众抱怨连连 很臭 腐烂的味道啊 我不知道那附近居民怎么受得了 一年中有个一阳宿 好像很臭很不行 空气都变得很臭 不像出家的味道 然而 遍布全台的垃圾生化武器和不定时炸弹 似乎并未让台当局感到不安 其对岛内民众生活的严重影响也未得到重视 萨毕质问这些垃圾山什么时候能清理完事 台环境部门主管彭启明镜说 最快已要到2036年 如此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 明镜的当局一拖就要12年 美国世界新闻网就此发文称 台湾这几年从科技岛沦为垃圾岛 面对南堪的垃圾百岳天际县景观 彭启明的所谓彭宫夷山 竟然还要再等12年 说好新当局的行动创新呢 文章质疑称 赖清德上任时强调要秉持行动与创新精神 解决民生问题 回应民众期待 然而 面对岛内各地垃圾山不实自然 排放浓烟毒气 滋生文营 潜藏疫病风险 受害民众要闭门窗 戴口罩度日 清理却要再等12年 这是有行动力的表现吗 该文指出 正是明基纳当局调度处理垃圾失灵 才让台湾沦为垃圾岛 这有行动力的表现